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将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奎 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 这项改革举措降低了民间创业成本 对激活企业创新能力一意重当 但仅仅降低注册资本限制是不够的 还需要引入戳穿公司面纱制度 所谓戳穿公司面纱 是为了防止股东利用公司法人的 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 通过直接追溯到股东个人财富 来防止欺诈行为 降低注册资本限制 与戳穿公司面纱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围绕视频网站PPTV的收购绯闻 终于尘埃落定 近日苏宁宣布投资2.5亿美元 收购PPTV距离44%的股份 成为第一大股东 这也是苏宁至今为止 最大的一笔价位投资 苏宁副董事长孙维明 在新闻稿中表示 互联网零售与智能视频行业的结合 将大大加快苏宁打造 全渠道融合 全产品经营和全客群服务的云商模式 双方将加快进军方兴为爱的OTT领域 深淫万国证券股费用线公司 董事长李建格 在第十届国际金融论坛上发言时表示 今后一段时间 放松管制 鼓励创新是金融改革的突破重点 他说 目前在金融领域 除了利率汇率 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外 在股票债券发行 机构设立 业务许可 金融产品等方面还存在着 名目凡多的 前置性实质性的审批 今后的金融改革 应该围绕利于市场化 和人民币可兑换两条主线进行 放松行政性管制和审批 激发金融领域的创新活力 永龙银行董事长马维华 日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举办的深圳班会上表示 正在酝酿中的全球三大贸易规则 均对中国构成了战略压力 这三大贸易规则包括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 和铸边服务业协议 他说这些都是全球发达国家 正在酝酿组建的贸易合作组织 他们在推动制定新游戏规则 若不积极应对 中国将面临二次入市的风险